9月8日,第14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的比赛在陕西商楼体育馆拉开战目 未免冠军天津青年女排三比击败劲敌上海女排获得看门红 让球迷意外的是,这场比赛中,安家杰赖亚文现场观战,目的显示考察年轻队员 在冬季奥运会之后,中国女排已经进入了巴黎奥运周期,那么信仰交替就不可避免 从中国女排的战友来看,急需补强的包括二船、复工、建议等位置 妮妮肯定会选择离开股价队,那么就需要原心愿和王愿顶上来 新的年轻复工也就需要培养 二船位置上,丁夏和姚迪都有年龄的问题,姚迪还有伤病 谁来扛起二船,这个很关键 机缘位置上,郎平在任时期就一直在寻找龚翔宇的替补 后来中国女排对战于大利女排时,几乎人人都是打接应的打法 缓解了这个矛盾,但龚翔宇的替补依然没有找到 这是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尽管郎平的离任让球迷们万般不舍,但是中国女排始终还要继续前行 在青年组决策阶段,进一步考察队员,发现好苗子 显然是新一届中国女排教练组必须做的工作 在天津青年女排和上海青年女排的比赛中,出现了赖亚文和安家姐的身影 这显然意味着安家姐已经开始行使教练组的权力 开始考察心目中的队员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考察天津女排的二船张星月 这位2002年出生,身高1米85的二船,身高条件比较高 传球有自己的想法,上海女排自由人朱星辰也显然在考察之列 作为世少赛的逐利自由人,曾经帮助球队获得世少赛四强 她的防守和一船都不错 上海女排复工李希盈身高1米93,蓝网能力突出应该也是在考察的对象之中 在这一场比赛中,天津青年女排3比1击败上海队 四局比分分别是25比18,25比23,17比25,31比2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希盈